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是短星星 刘隽 梁森 罗易舟 孙迎浩 魏洪宇 徐子墨 于景天 其中于景天 梁森是人气很高的成员 B班一共有23人 A班没有那么容易进 但是B班的练习生其实也不差 B班的很多练习生其实都是唱跳都在线的 可能是因为两方都比较平均 所以导师们只能给一个B等级 因为近A他们还需要尽情努力 网红艾克里里进入B班 应该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吧 不是说他的实力不配进入B班 而是大家没有想到艾克里里他真的很有内容 在出舞台上他表现沉着 与网日的搞笑网络红人判若两人 成为网红之后 他思考了很多自己未来的发展 所以他沉寂了一段时间开始去学校唱跳音乐创作 在出舞台上他表演了自己的原创作品 Thank you 歌曲并不难听甚至还有点惊喜 歌词内容也不肤浅 而是讲述了人生经历感悟 C班的人数比较多了 总共有48人 毕竟参加选秀有100多号人 能够到A和B的都是导师很喜欢的 要能够被导师喜欢 也得对上四位导师的胃口 如果没有对上 只能是C班了 练习生连怀伟被导师评级为C 在节目播出之后 这个评级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多争议 很多人认为这里不仅是连怀伟的粉丝 还有一些路人 连怀伟的出舞台虽然不是说能够敬略的程度 但是在B等级还是有余的 也不知道是在虐粉还是怎么 连怀伟表演完之后 在场的三位导师甚至连评价都没有多说一句 最后还是李荣浩导师对他进行了一番评价 李荣浩说连怀伟的确是稳了很多 但是眼神不对 连怀伟的眼神少了拼劲 作为回锅肉的连怀伟 应该比别的练习生眼神中更有拼劲 显然李荣浩老师的这番话 让很多网友是不理解的 因为眼神问题 所以导师们 李都不想理他 连怀伟是唱跳都进行了展示 但是A班里有人只唱歌没跳舞 有人只跳舞没唱歌 都进入了A班 这让片科练习生引起争议 选爱都是唱跳都聚佳 还是一方优异另一方 爱也可以 在N班的练习生有40人 N班是新设立的班级 是新人班的意思 这意味着N班的练习生成长空间比较大 实力上的瑕疵有点多 因为颜值非常出圈的邓孝慈 也在N班 邓孝慈在N班不足为奇 因为在首次出舞台上 他的表演的确不太好 他们的表演本来就没有什么舞蹈动作 邓孝慈唱歌也还破音了 在邓孝慈唱歌破音的时候 于书欣直接捂住了耳朵 反应非常的真实呀 这一季实行全开卖 Vocal好不好一听就知道了 可能是紧张的原因 邓孝慈的唱功表现得并不好 很多网友说 邓孝慈还是当个美男子吧 你们认为这一次出等级评价 谁是你的一男评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